刁冰 妈是不是替你惹麻烦了 您说什么呢 你还想瞒我 银行的事我都知道了 圣轩让你提前还贷 还不给放案接贷款 那您看 他为难住我了吗 您是不是在想 您和汤叔叔在一起 圣轩那样的人会层出不穷 给我找麻烦 那您就错了 这些是做生意都会遇到 不是圣轩也有其他人 这件事也并不是圣轩找麻烦那么简单 汤叔叔带给我们的帮助 绝对比麻烦要多 刘翠花既然知道了也没啥好瞒着的 刁冰冰把银行那边的麻烦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刘翠花听到这么凶险 哪怕事情已经解决了他还是后怕 你汤叔叔说想结婚 你觉得我要不要答应 刁冰冰吃惊 现在 刘翠花点头 他前两天在京城提过一遍 说那些人太讨厌了 等结了婚他们就不敢生事 我还以为他是随口开玩笑的 但汤叔叔不是开玩笑 他又提了事吗 刁冰冰放轻了声音 那您是怎么想的 愿意嫁给他吗 不为别的 您和汤叔叔生活在一起 您有没有期待 不结婚有各种人挑衅 结婚了也有新的挑战 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 哪怕真是门当户对了 经营婚姻也不是看家境 有钱和有权 能解决许多柴米油盐的争端 但核心的问题 又不仅是这些 汤市长喜欢他妈 他妈也对他有好感 可俩人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万一生活到一起 才发现彼此滤镜太后呢 刁冰冰这样一说 刘翠花果然就没提这话题 刁冰冰以为自己充满生活智慧 回到京城后 被于奶奶喷得狗血淋头 还不够了解吗 照你这样说 以前那些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的婚姻 全都不幸福 现在相亲见一面 就决定要不要在一起 这些都不靠谱吗 什么爱不爱的 出对象看感情 结婚看的是人品 刁冰冰只能灰溜溜顿走 妈 您自己考虑吧 我不掺和 您自己的事自己决定 您想咋办 我都支持 等刁冰冰去了学校 于奶奶才瞅着刘翠花 你想清楚了 她说就是拿个证 我还在京城做生意 现在的生活不变 二婚不大半 那也不至于 偷偷摸摸领个证吧 请几桌亲友还是要的 我在想想 刘翠花觉得自己心里 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第二天一早连饭都没吃 刁冰冰赶紧打电话捧成 电话拨通了她要批一批 舅舅 您让我猜猜 昨天卖了多少套房 让你猜 有没有四十套 你再猜 胆子大一点 那就再加五套 刘虎实在忍不住 五十一套 比第一天还多好些 你这楼盘还愁啥 是啊 还愁啥 昨天还剩九十套呢 经过昨天一卖 如今只剩三十九套 舅舅要恭喜你 咱俩一起成了百万富翁 你比舅舅走得快 很快就能成千万富翁 那舅舅 你要加油呀 挂了电话 刁冰冰都在笑 光慧儿让她去家里吃饭 一见面就丢下个大雷 周一回来了 昨天回来的 一起回京城的 还有袁翰的母亲和姐姐 袁家来向周爱成大伯 大伯母提亲 周爱成大伯已经答应了 现在是周爱成奶奶不同意 周一姐这是怀孕了吗 光慧儿冷笑 袁家一来就说了 两个年轻人没控制住自己 周一既然怀了孕 袁翰不是不愿意负责的 两人最好快点结婚 免得周一肚子大起来不好看 周一姐 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 光慧儿是没看出来 周一悔不悔的 正说着话 客厅里电话响了 是周家二老那边打过来的 周一把袁翰带去看二老 周奶奶气得胸口疼 老爷子不见周一 周一怀着运跪在门口 叼冰冰以前觉得周一没那么脑残 怎么一遇到袁翰 脑子里就被人塞满了稻草 光慧儿撂下电话 冰冰 我得去一趟 袁家人一找上门 周爱成大伯母又病倒了 我跟你一起去 周一就那样直挺挺地跪在地上 他身边还跪着一个男人 赫然就是袁翰 小姨 让我一个跪 一定能让爷爷 奶奶看见我的诚意 你跪这么久 肚子里的孩子 听我的 快起来 叼冰冰太阳学直跳 关慧儿直接进了屋里 叼冰冰则绕到了两人的面前 没着急进去 周一姐 你可真有出息 别走开 这是与你无关 袁翰扶着她 小姨 别这样说话 这家里要说谁能理解我们 可能就剩弟妹了 同样是寒门出身 我找了周家的女儿 叼冰冰攀上了周家的儿子 大家谁也别装出义父高尚样 我倒一直挺想和叼冰冰结成同盟 以后能在周家相互帮助 叼冰冰恶心的想吐 我为啥要理解你们 该被家世所限制 我以为弟妹会赞同这一点 叼冰冰看袁翰的表情 犹如在看傻逼 她为什么要和傻逼说话 都是周一给了这傻逼脸面 周一姐 你可以没有良心 跪在这里 靠博取舆论同情 来逼二老答应你和袁翰结婚 不过你刚怀孕没多久吧 跪久了 不怕身体挨不住 有孩子 大伯和大伯母 说不定咬牙认了你给他们找的这女婿 要没了孩子 你拿什么来要挟家人 听到叼冰冰的提醒 袁翰脸色微僵 小姨 起来吧 我真是担心你和孩子 你们娘俩有个什么事 我也 袁翰不去拍戏真可惜 周爷爷 周奶奶 都是隔代的长辈 要结婚嘛 只要大伯父同意就行 你们再要来折腾二老 不怕连大伯父都不同意了 到时候鸡飞蛋打 有的后悔 我要是你们 就先抓住能抓住的 不要贪求太多 周一姐 你说对不对 叼冰冰说完就转身进了屋 让文邦来 赶紧把人领走 关惠儿再劝 爸 您消消气 孩子不懂事 叫大哥来 还不打死周一吗 连女儿都交不好 难怪他工作这么多年 劲不小 对 都人身攻击上了 这话周文邦听到的多难受 关惠儿也不敢和公共争辩 周爷爷 周奶奶不舒服 我去看看他行吗 老爷子没把脸色给叼冰冰看 他指了指卧室方向 叼冰冰亲手轻脚走进房间 周奶奶靠在床上 瞧见叼冰冰过来 周奶奶那眼泪就没止住 周一太笨了 他什么眼光呀 长得人模狗样 看人的眼神就不正耳 能是什么好人 您别担心 我已经把周一姐叫起来了 我说要没了孩子 家里更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 袁翰肯定会照顾好周一姐 好孩子 他是个糊涂蛋 要是有你一半聪明 不管他愿意嫁谁 我都不管 路是自己选的 磨了满脚炮也活该 可他糊涂啊 家里要不管 能一条错路走到黑 周一姐比别人强 别的女同志 没有这么关心她的家人 走错路就走错路了 遇人不输 一辈子浑浑噩噩也就过完了 周一姐将来后悔了 还能重新开始 您是想让她打掉孩子 和袁翰分开吗 周奶奶擦擦眼泪 你说她这样一跪 满清城 谁不知道她未婚先孕了 就算打掉孩子和袁翰分开 我也给她找不到新的对象 那您的意思是 周奶奶默默流了会儿泪没说话 刁冰冰等她睡着了 才出来 结果周文邦也在 爸 我没想到她这么蠢 我让他们马上领证 然后圆圆打发走 我就当没生过这女儿 您也不要为这个不孝孙女生气 你把人送哪里去 让姓缘的打着周家的旗号 在外面张狂 把她按在京城 不要叫她出头 也不要让她接触 任何周家的事务 周老爷子也火大 不是爱吃软饭吗 就让她吃得够 爸 我知道怎么办 你告诉周姨 她执意要选这个男人 我和她奶奶都没办法接受 她的婚姻是自由的 但她不能强迫我们祝福她 以后我们住的地方她不能来 再出现在这附近 警卫会赶人 周文邦咬着牙转身就走 周姨和袁翰已经被她叫人扔到了车上 弟妹 冰冰 明晚我请袁家人在京城饭店去见面 你们也一起来 这个喜酒你们必须要赏光 你说大伯母也病了 情况严重吗 周文邦心会意冷 这老毛病了 我替你大伯母谢谢你的关心 周文邦一走 关惠娥才说话 爸 看大哥的意思 真是要让周一结婚 女大不中流 现在都已经流成了仇 她愿意结婚不拦着她 等两年让她自己比一比 到底过得好不好 大伯说让你明天也去见袁家人 你在学校忙不忙 你要是忙呢就不用去 腰冰冰摇头 我还真的挺想去 周一要和袁翰结婚 以后肯定或多或少 要和袁家打交道 去渐渐能有个心理准备 周爱诚能跑去鹏城帮她解决科医雄 她就不能为周爱诚家里的师傅出点时间吗 星期二一早 她还给舅舅打电话 卖完了吗 能卖完吗 岂止是能卖完 根本不够卖 昨天下午四点左右 签了最后一套房子的合同 你知不知道 当时就有人缠着最后一个买房的客户 愿意从对方手里加价买 出价的人说自己能出到十九万 眨眼就赚了一万两千元 偏偏对方还不肯卖 截止昨晚十二点 启航应该收到了第一天签约的 四十四套房业主的全款尾款才对 这个我就算不清了 鹰经理也在身边 让他和你说 电话另一端 鹰经川接过了听筒 雕总第一天供售四十七套 其中有四十四套全款房 折后总价八百点七万 截止昨天为止 有两套九十平方米户型的房业主 没能凑够尾款 不得不转为按揭贷款买房 实收四十二套全款房付款七百六十四点七万 好 鹰经理你出面 先把银行第一期五百万的贷款还了 雕冰冰中午一言去看了周奶奶 下午的时候小油来找她 雕姐 你将我收的房租都在里面了 三个月收回租 一次是六百四十五块 我记得你还找人补了墙 翻检了屋顶 你花了多少钱 花费单子一共在信封里 花了一百七十九块钱 小姑娘的确挺能干 雕冰冰从信封里数了二百块钱给她 你拿着吧 别嫌我小气 我让你每天去上的课 你有没有按时去 小油每天都要去南罗古巷的四合院上课 她觉得给她上课的雕奶奶懂太多了 那双眼睛随便一扫 好像就能看透她心里在想什么 雕姐 我肯定好好学 我听雕奶奶说 很快就要安排我们去上班啊 雕冰冰点头 对 很快就能上班 看你自己选吧 能去的店多呢 以后南罗古巷参加培训的人会越来越多 你替我照顾下雕奶奶的身体行不行 都是加盟商送来培训的员工 雕奶奶倒是干劲十足 雕冰冰却担心她身体 嗯 我一定留心着雕奶奶 不让她太累 小游要走 雕冰冰叫她停下 你等等 每天跑来跑去的 你先骑我自行车 等你自己赚钱买自行车再还我 你别看她样子不好看 其实可结实了 她就是猜小游家条件应该不太好 每次坐公交车不停花钱嘛 小游舍不得花钱 大多时候都是走路 小游愣了愣 随即高兴答应下来 这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吗 看你开心的样子 我觉得自己可能帮了别人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也挺高兴 赠欧玫瑰 手有鱼香 难怪你高兴 不过一会儿到了饭店 千万别当着你大伯母的面这样笑 今晚的场合不合适 到了京城饭店 大伯母 伯父 周文邦应了一声 蒋红精神恍惚 勉强笑了笑 你们到了 坐下吧 这顿饭有多怪异呢 周一和原家人还没来 菜就上齐了 菜一上周文邦也不等人 招呼刁冰冰和光慧鹅赶紧动款 大哥 这是不是不太好 周文邦冷笑 从头到尾都是狼子野心 把原家供起来 他们也只会得寸进尺 我就让原汉看看 想吃周家的软饭 那就把头低下 蒋红显然没什么胃口 刁冰冰把嘴里饭菜咽下去说了句 大伯母 您要是气得吃不下饭 我看原家可得意了 蒋红被刺了一下 果然端起了碗 周文邦赞赏的看了刁冰冰一眼 周爱诚找的这丫头很聪明 我就知道叫他来准没错 这么好吃的饭菜为什么不吃 以前也不是经常能吃到 这边四个人吃的差不多了 陆续放下筷子 周一和原家人进入包厢就傻眼了 多了俩个不认识的女人是次要的 肯定是周家的人 但一桌子菜都差不多吃完了是几个意思 这分明是瞧不上原家 是羞辱原家 爸 你什么意思 你坐下谁有不满谁来对我提 让你一个女人出头 这就是你千挑万选看重的男人吗 这个下马威让原家人气愤 原汉也涨红了脖子 周一姐你快坐下 刚才大伯还替你叫了一碗燕窝粥 一直在等你来 周一咬着牙和周文邦对视 不想吃这鸡来之食 原汉的脸色变了几次 最终轻轻碰了碰周一 小姨 你快去坐下 昨天你就跪久了 有点不舒服 蒋红眼角抽搐 周一就坐在了叼冰冰旁边 蒋红愣是连看都不想看他眼 服务员还真送来了燕窝粥 周一红着眼睛 爸对我还是惦记着 为什么一定要为难原汉呢 原汉肯定是周家的女婿 家里面客客气气 把结婚的程序走完不行吗 妈 今天重要的是谈婚事 先把婚事定了 以后这些事都能慢慢算账 谁叫周文邦和蒋红 只有一个独生女 把周一捏着 孩子一生 早晚有周家低头的时候 周家同意结婚 本身就是低头了 还不能允许对方心里有火气吗 这种下马威都能忍下 不得对原家高看一眼了 这是大有所图啊 一家子都心机深沉脸皮后 难怪能骗得周一团团转 原母一屁股坐下来 张嘴就是亲家 亲家两个孩子也是真心喜欢 他们的婚事怎么安排 我们两家人要好好商量 周一嫁到我们家 我们肯定会好好带他 但这 袁翰的工作问题怎么解决啊 原母的话 周文邦根本不接这茬 蒋红精神不振 关惠俄也不是吃素的 你们打算怎么好好带周一 婚房准备在哪里 新的家具家电有没有置办 我们不是卖女儿 给儿子娶媳妇的人家 倒不用学农村给彩礼钱 不过基本的四大件还是要有的 原母看了眼关惠俄 好像不明白她的身份 关惠俄却看周一 周一 二婶有没有资格管你的事 二婶您当然有资格 您这是关心我 周一听到这些话其实还挺高兴 证明他家真的要和原家认真谈婚事 原母却脸黑 要新房 还要四大件 原家去哪里变出这些东西 原汉苦笑 二婶 家电家具我们家 肯定尽量想办法 就是这婚房 单位早把我在京城的宿舍收了回去 我只能去租房了 小姨跟着我真是吃苦 刁冰冰嘀咕 多房啊 这不是拉低了周一姐的生活水平吗 原汉越发难堪 原母看到夭夭嚷嚷的刁冰冰就讨厌 你瞧这倒是眼生 你都叫周一是姐了 大人商量婚事 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有教养的小姑娘 就不会随便插嘴 有教养的人 不会教自己儿子 去哄女同志私奔 原大神 你说是不是 要比嘴皮子利索 还真没几个人是刁冰冰的对手 原母噎得说不出话 原家的儿子宝贝 我们周家的儿子更金贵 这是我侄儿媳妇 以后和哪些亲戚走动 都要我侄儿媳妇说了算 亲家 这儿女亲事都看两个孩子的合不合心意 等我们把房子租好 四大件置办上 周一的肚子也 这个不劳费心 什么时候置办好了再领证 我们不缺周一一口饭吃 没结婚前她就在娘家住着 等着原家来接人 爸 你怎么能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 你们在穷山沟里愿意怎么私混都行 这里是京城 你要还想当我周文邦的女儿 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到结婚那天 你要不愿意姓周 那就随你便 爱去哪里就滚去哪里 你的是家里再也不管了 周文邦声音不大 却一字一句都敲在周一和原家人耳中 袁翰勉强一笑 小姨 你嫁给我本来就受了委屈 伯父说得有理 你肯定要从娘家出门 伯父 伯母 给我半个月 一定把所有东西都置办好了 再来迎娶小姨 周一眼泪汪汪的 明明在被刁难 原汉多有担当呀 希望你说到做到 我周文邦的女婿 连这点诚意都没有 说出去也惹别人笑话 光慧娥拿出事先商量好的单子 先递给周一看一眼 你自己的婚事 你自己瞧瞧满不满意 看好了我才能交给原家 周一一看 彩色电视一台 不小于19寸 电冰箱 洗衣机 还有一台录音机 这些是家电 家具有新床一张 三开门衣柜 餐桌和餐椅一套 梳妆台一套 茶几一张 沙发一张 这些要花好多钱吧 周一张张嘴 又挑不出什么毛病 满意是满意 但 光慧娥才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把单子直接递给原汉 那就照着这个办吧 原汉一看密密麻麻的物件 大致估算了一下价钱 心情也沉重的要命 当着周家人还要笑着硬撑下来 伯父 伯母 二婶还有弟妹 那我就先带着家人礼告辞了 要快点把东西准备好呀 周一解怀的 毕竟是原家的孩子 要是把孩子生在娘家了 别人笑话 原姐夫吃软饭多不好 原母和原家姐妹狠狠瞪刁冰冰 不说话谁当他是哑了吗 原汉也想吐血 赶紧领着家人离开 原汉 我爸就是嘴伤胸 你别和他计较 我二婶给你的单子 能办就办 办不到的我们俩在商量着咋办 你别急 周一追出饭店 原汉握着他手 小姨 你别担心 我们家虽然条件不好 为了把你娶回家 我肯定尽最大的力去准备 我也不怪伯父 他和伯母能同意我们结婚 我的心里已经是充满感激 周一脸色微红 又叮嘱她在娘家时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和伯父伯母吵闹 你乖乖养好身体 等我来娶你 外面这么冷 赶紧回去吧 两人是难分难舍 周一回饭店还一步三回头 等看不见周一的人了 原母的脸拉的比率还长 周家都让你买什么东西呢 原汉心情沉重 把单子上东西面了一遍 原大姐倒吸一口凉气 一个电冰箱都要两千块吧 再加个电视机 还指定了要不小于十九寸的彩电 这比电冰箱都贵 再加上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要取周一 不得花上万 新四大件本来就要几千块 周家是要求的细了一点 原汉却知道不算出格 要求高不怕 就怕没要求 现在让周家出口气 以后才能把我当真女婿 女婿还有假 那水布也没要什么就嫁你了 周家就是欺负我们好说话 你拖个两三个月不上门 我看周一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周家到底急不急 妈 以后在周一面前 你千万别多嘴 都是过去的事了 有什么好提的 小弟说的对 家里先凑一凑 也要让小弟先结婚 妈 您那套办法在小地方管用 你知道周一爷爷有多气派吗 小弟昨天去求周一爷爷松口 门口正着警卫员 人家说一声不叫他进来 小弟就真的进不去 这是什么样的人家 隔在我们老家 县长 市长也不会比周家满卡更高了 你说的轻巧 这钱要怎么凑 你出啊 袁二姐一 袁大姐连忙摆手 别看我 我最多能挤一千块钱出来 算我对小弟的支持 那我出了两千块 这不就凑了三千元吗 剩下的再想想办法 简佛家就这条件 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 我不是让您带上了那些东西吗 京城的文化人不少 我听说有人喜欢那些破烂 我试试看能不能卖了换钱 那堆破烂玩意儿能值几个钱 算了 败掉就卖掉 免得看了心烦 反正都是从家里清理出来的 前面那个儿媳妇倒是当成宝贝 值不值钱 得让袁翰去试试 要说这方面 和秦儿媳比是差了老大一截 周一从外面回来 我不是故意要气您 我就是喜欢袁翰 和他结婚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以后再也不吵不闹 您也别生我气好不 蒋红的胸口堵得疼 周一没出戏成这样 蒋红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他养到二十多岁的女儿 我不管你和袁翰结不结婚 你人既然回来了 必须回单位上班 周一傻眼 他根本没想过上班的事 他现在不是应该在家里 休息着养胎吗 爸 那袁翰的工作 周文邦脸色太难看 周一的声音越来越小 算了 这时候还是别惹爸生气 袁翰工作的事等结了婚再说 反正袁翰现在也要筹办结婚的事 不用上班正好 大夫大嫂 我和冰冰就先回去了 他学校寝室 晚上要点名查寝 我赶紧送他回去 和周文邦一家三口分开 大伯父对周一姐 真是用心良苦啊 光慧也顶头 希望过几年 周一能懂事点 你大伯夫妻俩别的不说 疼周一是没得说 现在就是在寒心生气 也是在替周一打算 袁家还不知道怎么凑够钱呢 我看大伯的意思 不会给周一姐嫁妆 袁翰是要去借钱来筹办婚事 以后这钱等着周一姐还吗 光慧也访问 你觉得周一能拿得出这笔钱来 多半是拿不出的 周一姐不像是个能存钱的 那周一姐还不上钱 看大伯父的样子 也不会提携袁翰 他俩的日子 岂不是有点惨 光慧也笑了笑 就是要让他俩过得惨 袁翰投入了大本钱 发现自己捞不到好处 要不就继续忍着 一直对周一好 来换取你大伯夫妻 偶尔露下的一心半点好处 要不就翻脸无情 离开周一 这两种选择 每一种都是为周一好 刁冰冰恍然大悟 他之前提的建议 周文帮提炼了一下 想还是老的辣 周一姐回去上班也挺好的 他整天没事干 就情压爱的 让工作把时间 给他占一占最好 光慧跟韩啸点头 所以他不仅要工作 还要比以前干更多的活 刁冰冰到了校门口 才回顾外来 光阿姨 要是当初您和周叔叔没看上我 会不会也这样对周艾成呀 你自己猜吗 我猜会的 周艾成和我不分手 你们又不可能打我一顿 至少我没有拐着周艾成私奔 没原汉那么讨厌吗 你们管不了周艾成 周叔叔说不定会把周艾成 调去特别艰苦的保密部队 周艾成两三年都回来不了 也没音讯 自然就和我慢慢断了 对不对 你这样说 你周叔叔听了得多难受 他可是从头到尾都非常喜欢你的 光慧跟看他进了校门 过一会忍不住问司机 你说他是不是真生气了 司机自然不敢发表意见 光慧跟本来是都刁冰冰的 结果自己越想越不安 这就是患得患失 刁冰冰用自己的表现 把光慧跟给征服了 现在是光慧跟怕刁冰冰跑掉 冰冰压根没生气 第二天他回了一趟家 告诉家里周艾要结婚的事 那你妈要准备一份贺礼 不能失了礼数 那我准备什么呀 周艾这个婚事有点麻烦 对周大伯家并不是喜事 我们要送东西还是低调点吧 别往周大伯夫妇俩伤口上撒盐 听说周艾自己私奔跑掉 又怀孕跑回来 还跑去周家二老门口跪着 与奶奶的眉毛都在抽搐 周家真厚道 还认这种女儿 让她自己在外面吃几年苦 就知道老实了 这孩子太让父母操心了 那她结婚 周艾成回不回来 周艾成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就算知道了 大概也不会特意赶回来 刘翠花想了想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可以这桩婚事 只有周一一个人开心 周家其他人都憋得难受 那怎么随理就更难了 你俩怎么来了 今天都不用上课的吗 周艾成这俩小表妹来了 俩人叫了冰冰姐 你推我 我推你就不说话 刁冰冰还得好好招待着 走吧 带你俩去逛逛 边走边说行不 刁冰冰领着他们逛了半天街 又在街边小摊吃了东西 冰冰姐 你可千万别告诉其他人 我早就知道了 你俩不好好上学 怎么管起了这件事 被骗是毋庸置疑的 原家人的心思都写在了脸上 只有陷入爱情中的周一看不清 他就是被骗了 也是他自己愿意的 周一姐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 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 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 是他自己选的 你们劝不了他 这么说吧 这世上被男人骗的女同志不少 难道个个都那么傻 一点都察觉不到吗 肯定有人知道自己被骗 但投入了太多感情 不愿意撤退 或者就喜欢甜言蜜语 又或者喜欢自我感动 你们觉得周一姐是哪种 这么难的题 完全是超纲呀 冰冰姐 我们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让你为难 有什么麻不麻烦的 我就是劝你们别去 你们平时要有空 随时都能来找我逛逛街 走 我带你俩买东西去 成敏今年考上大学 我也没在京城 也没给你送个什么礼物 思妍也念高一了 你俩一定要收下 我这迟到的恭喜 到了百货商场 冰冰姐 你给表姐买吧 我只是念个高中而已 要什么礼物 叼冰冰大手一挥 我绝不干后子薄比的事 你俩都有 顾思妍傻乎乎的看叼冰冰付钱 等你以后工作赚了钱 也给我买呗 顾思妍和成敏都蒙点头 未来表嫂好有钱的 拉着俩人去百货大楼 给他俩挑了两只 一模一样的手表 叼冰冰突然疑了一声 冰冰姐 怎么了 叼冰冰指着前面的一个背影 真是不能背后说人 你们刚才还说要劝周怡 前面那个男的 就是你们未来的姐夫了 顾思妍像个小炮杖 真想冲上去打爆原汉的狗头 你别急 我看他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想做什么 你们俩想不想跟上去看看 尽管觉得没啥危险 叼冰冰还是再三叮嘱 顾思妍和成敏 你们跟在我身后 我说跑就赶紧分开跑 不许发出声音 能不能办到 成敏和顾思妍都想去 自然全听叼冰冰的 元汉七拐八拐的 走到了一家卖纸笔的铺子 元汉将一个包地 给纸笔铺的老板 俩人凑在一起交谈了什么 元汉就跟着对方进了后院 如主店的老板端东西上来 看三个姑娘 盯着对面目不转睛的看 你们是跟着那个男同志来的吧 好奇他进店做什么 门对门的开店 肯定瞒不过您的眼睛 您知道就提点我们几句行不行 老板略带得意 又故作神秘 压低声音 对面是手破烂的 就是那些救术画 救罐子 破盆子 以前破死就要烧掉 砸掉的东西 现在都是古董的 这两年 我看不少人在对面 进进出出的 肯定是把之前 藏起来的旧东西拿来卖掉 收古董的铺子 所以元汉来卖古董 凑钱结婚 这个诚意 着实出乎刁冰冰的意料 元汉脸上明显带着笑出来 不管他在店里卖什么 肯定卖到了他想要的价钱 刁冰冰三人 走到对面的纸笔铺 您三位想买什么 店里的东西随便看 随便选 我不买什么 我就想知道 刚才那位男同志 他是不是来卖东西的 他卖了什么 像您说的 生意的事 能随便告诉别人吗 那我去派出所报个案 请公安和我一起来能看吗 我想想 报案说什么好 不如说我家里失窃了 我亲眼看见 贼尽了这家店销赃 刁冰冰话音刚落 后院就想启狗叫声 然后是有人训狗的声音 我就是想知道什么东西 既然卖掉了 我又不会出面追回 对事半天 老板嘀咕了一声晦气 先办下阵 自己跑到后院 过一会儿捧出一堆东西 你看吧 价钱上我可没亏他 两卷字画 几本古书 还有几个十印章 有的黄 有的红 就这些东西 能帮袁瀚把结婚的钱凑够 这些都是好东西吧 您这次不会少赚 讨扰您嘞 刚才是情急之下说了大话 您别和我一般计较 您给我推荐一套好的文房四宝 我买来送长辈的 就真是看了看东西 老板也被刁冰冰给麻住了 给刁冰冰推荐了套不便宜的 一个宴台 一套饼 两块墨定 还有一刀纸 就这点东西 收了刁冰冰960块 刁冰冰连价都没还 目前拿了东西就出了门 后院才出来个人 丁爷 要不要我去 中年人摆摆手 不是来找我们麻烦的 应该是前面纳男的招惹来的 以后这种生客还得少接 好在东西是真不错 遇到合适的买主很能赚一笔 我找人快点把东西出手 你女儿都学会逃学了 到现在还不敢回家 她要回来 我非得把她脚打断 顾思颜硬着头皮敲门 冰冰 你怎么来了 瞧我说的这话 老顾 老顾你出来看看 谁来了 顾正清从屋里出来 一看是刁冰冰也挺高兴 快进来 刁冰冰把刚才买的笔墨送上 周小姑还称怪 来完就行 下回不许带 听说姑父喜欢这些 我也不懂 随便买了点 不值几个钱 是我一点心意 这叫不值几个钱呀 顾思颜在后面吐舌头 又被他妈给抓个正的 你老实点 一会儿再和你算账 刁冰冰替顾思颜说了几句好话 她不仅是送顾思颜回来 主要目的还是想和顾正清 谈她心理那个助学计划 刁冰冰刚起了的话头 顾正清就听出了门道 越听越吃惊 你怎么有这个念头 这件事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 牵扯念很广 冰冰 你这想法要花很多钱的 姑父 钱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都可以协调解决的 我担心的 还是组织上允不允许 是否会配合 这是可能没什么先例 如果你只是想找几个大学生 只是想安排他们去 向小等地方圆教 给几个大学生提供工资 住宿和伙食费 你自己做的那点小生意能支撑 但你这计划规模很大 就算不理同意过一部分款项 那也解决不了大问题 姑父 您误会了 我不是脑子一发热 想给自己弄点光鲜的名声 来找您说这个计划 实际指望着不理出钱 我没有想过 让不理出钱 我只想有官方介入 这个计划能有公信力 就比如说 那些参与原教的大学生 他们去原教的时间 能不能算入工龄 如果他们耽误了一两年时间 还能不能正常分配工作 或者说的更直接点 能不能因此分配更好的工作 就像一种奖励机制 我需要您 教育部 或者其他官方部门出面 来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而不是需要拨款 顾正清一脸惊讶 你不要拨款 你自己出这个钱 这不是几百块 几千块 甚至几万块 能解决的问题啊 规模越大 花的钱越多 可能最初只要几千块 然后变成几万 几十万 到最后 每年支出上百万 都是常态 顾正清总算听明白了 不要教育部出钱 只要教育部出力 这样的话 刁冰冰的想法 获得支持会很容易 你自己掏钱吗 算是我自己掏钱吧 但不以我个人的名义 而是用一家公司的名义 你能和周艾成在一起 是周艾成的幸运 也是周家的幸运 12月15日 Aladons在京城 一共开业了六家专卖店 销售数据们不算太差 却也没达到预期的好 Gia前前后后 花了乔治一百多万华币 看的人多 买的人却不够多 Gia创办Aladons的主要目的 还不是赚钱 而是要打击刁冰冰的生意 叫她学着刁冰冰怎么做生意 不就是承认不如刁冰冰 输给了刁冰冰吗 认输的话 可要在长安街跪着 向刁冰冰道歉的 Aladons要走上层 占领下层的路线 需要数年的铺垫和忍耐 等着将来腾飞的一天 论了不搞什么时尚 一直在走群众路线 这两种不同的路子 说不上谁对谁错 就看实际操作的人是谁 彭城又传来不好的消息 刁冰冰的金沙池项目大爆 乔治估计刁冰冰 请停这个项目 就能获利尽千万华币 Gia不认输 认为Aladons还有钱姐 也觉得刁冰冰金沙池小区的成功 有太多汤红恩的助理 这样凭什么叫他认输 正轩也是个废物 还有宋南珍 一个个难道都拿那个乡下女人 没办法吗 Gia被一堆账本弄得心烦意乱 如今之际似乎只有继续扩张 才有一较高下的可能 但你面临的问题就是没钱了 乔治想要把钱用在更重要的地方 什么是刁冰冰最赚钱的生意 就该瞄准什么 而不是把自身的力量分散 我要扩大Elegance的专卖店版图 如今就需要拉人入伙 银行的贷款 或者其他私营资本 我都欢迎 郑文秀很为难 你有没有考虑调整下发展计划 现在品牌刚刚创立 需要这么激进吗 那就只有银行贷款了 我手上若是有几百万 就能把店面扩张的和Luna一样多 郑文秀口干舌燥 贷款几百万 用什么还呀 何况用什么给Gia贷几百万 把Elegance现在的资产压上去 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除非是违规操作 Gia一瞬间就脑了 别人不信我 你也不信 郑文秀也有火气 G家人都不理Gia了 我还在当Gia考前考后 Gia怎么就翻脸不认人呢 哎呀 你自己冷静清醒一下 如果别人有什么 你也一定要有 那以后难受的地方还多着呢 这次上的好东西 总不能被你一个人占了 要是汤红恩和别人结婚 你怎么办 能撕掉别人的结婚证吗 郑文秀和Gia有争执 俩人都没想到 郑文秀一语成真 汤红恩现在正在谈自己结婚的事 这话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可别安慰 汤红恩的声音透着难言的欢愉 不给刘翠花反悔的时间 我的结婚证明随时都能办好 你得要麻烦点 要回玉南开个证明吧 这样 我马上订票去玉南 我们在商都会合 然后回安庆开证明行吗 这也太快 翠花 你体谅一下我的心情 我年纪也不小了 对以后的每一天都很珍惜 那我订明天的火车票 在商都会合 见面再说 机票吧 火车太慢了 刘翠花挂了电话 脸颊快烧起来了 于奶奶在旁边听得着急 就这么简单吗 百步百九 又在哪里百九 虽是二婚 也不可能悄无声息 就把婚事给办了吧 家人都是二婚 不用那么麻烦 我也不喜欢去应对那么多人 简单领个结婚证 只要亲近的人知道就行 于奶奶和她说不通 要让刁冰冰回来评理 刘翠花立刻不好意思 要不还是等我从商都回来再说 于奶奶戳她额头 她又不会反对你和汤市长的事 我告诉她你要先斩后奏啊 知道也是 那就告诉冰冰 刘翠花想通了 就到学校去接刁冰冰回家吃饭 妈 您怎么有空过来啊 我打算和你汤叔叔把证领了 你觉得咋样 我同意 为什么要反对 刁冰冰不经嘴巴说 还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支持 您只要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结婚后觉得过得不高兴 千万别委屈自己 女人离婚不可笑 可笑的是明明不幸福 还要继续忍耐 为了不让别人说嘴 就委屈自己 当然 我不是说汤叔叔不够好 我是说 好人和好人生活在一起 或许也有矛盾 就算结了婚 一切也不会变 咱们母女还是住在一起 你汤叔叔答应过的 嗯 我都知道 您最疼爱的就是我 刘翠花总算放松了 你汤叔叔说 她陪我回玉南开证明 我俩就简单领个结婚证 然后一家人一起吃顿饭 你觉得行不行 行 刘翠花和过年那会儿 比又精致了好多 越活越年轻 陈四嫂丑了半天才敢确认 是翠花吗 四嫂 是我嘞 陈四嫂看着刘翠花身边的男人 就是过年时到刘家来的什么大领导 这俩人的手牵着 陈四嫂的脑子都僵了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支支吾吾 您您您 汤红恩另一只手提着个袋子 她用袋子里掏出一盒喜糖 我和翠花回来办结婚证明 见着有份 拿回家给孩子舔舔嘴吧 陈四嫂接了喜糖 刘翠花忍着修意对她笑笑 四嫂 回头再聊 我们先去达叔家里 俩人都牵着手走远了 陈四嫂才掐自己的大腿 哎呦我的妈呀 回来办结婚证明的 翠花真要嫁给大领导了 嚷嚷个傻 陈四嫂看看自己男人穿着个旧凹子 头上戴着个狗皮帽子 要多拉她有多拉她 我嚷啥 你哥没出息的就知道吃吃吃 你晓得我刚才看见谁了 刘翠花和过年时候那领导回来了 现在去达叔家俩人去开结婚证明的 咋 你说啥 我说俩人要结婚了 翠花要再婚 嫁给大领导当官太太了 陈四嫂忽然幸灾乐祸大笑 这下子田家的日子就更难挨了 还有那谁心里孤寂呦着呢 陈天东家长西家短脚舌根 就你话多 人家结婚关你啥事 陈四嫂急眼 咋不关我事 人家虽然是领导 但人却和气 比刘方家的那个性良的强多了 看这是人家亲手给我发的喜糖 陈旺达也是见过不少事的 像刘家这样做火箭网上窜的 活到老就见过这么一回 结婚好呀 翠花是个好女人 结婚后好待她 陈旺达一个小村长 没资格和市长说这话 但说这话时的陈旺达 身份是看着刘翠花长大的异性长辈 我借您对翠花一家的照顾 我俩以后会好好过日子的 陈旺达很爽快给刘翠花开了证明 把村委的弓章盖上 结婚后 翠花的户口要不要签走 肯定要签的 什么叫两口子呢 不就是俩人在同一个户口本上 两人在同一个户口本上 这不算是情话 却叫刘翠花莫名脸红 以后有机会多回来看看 他说 我们哪年还要上坟的 咋可能不回来 汤红恩心中一动 翠花 要不我们今晚在村里住一晚 我俩这要结婚了 不得去上上坟 烧煮箱告诉岳父岳母一声 陈旺达虽然还在屋里 这一瞬间也自动隐形了 屋外 陈大嫂使劲咬嘴巴 有权有势也罢 还对刘翠花这样上心体贴 刘翠花这是啥命 没关系 我虽然嫁得不如刘翠花 却生了个好儿子 想到自己儿子陈庆就要出国上学了 陈大嫂心情总算大好 今年冰冰可能没办法回来过年了 她要去美国交流学习一年 今年二月份就走 啥 要冰冰也要出国去 陈大嫂偷听不下去了 陈老大从后面扯住她衣服 把她拽到厨房 你咋一点颜色都没 翠花他们晚上才回村里 你也不晓得给做点吃的 陈大嫂刚到厨房把火点燃 就听见公公陈旺达叫她 啥啥事啊 翠花他们今晚要在村里住一晚 她家这都走了几个月 家里那么冷咋能住人 你去帮忙把火烤烧起来 陈大嫂心想凭啥呀 这是把她当留翠花的丫鬟在使唤 你不太喜欢陈大嫂呀 你怎么看出来的 外面人都说她城府深 因为很少有人看透她的想法 汤红恩没想到刘翠花 却能感受她的情绪 不知道 我就是这样感觉的 还真的吗 你呀 明明就很聪明 对别人却没有一点防备心 不过你以后和她 也没有打交道的机会 也不用在意她的想法了 妙小妖气重 谁浅王八多 比男人 比孩子 这些乡下女人都这样无聊 怎么不说比一比自己 复花 晚上早点休息 明早我替岳父 岳母扫个墓 我俩再去安庆民政局办完手续 就真正是夫妻了 汤红恩留下这句话 转身进了隔壁的房间 刘翠花站在原地 慢慢回过味来 脸颊一下子滚烫 成真正的夫妻 俩人晚上不会是两个房间了 彭密大家光临 有诗愿营压 圣轩同志 这是领导特意嘱咐我送来的 红灿灿的洗糖盒子 刺痛了圣轩的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 圣主任 你是个聪明人 难道真的不懂领导什么意思 领导已经在休婚假 前段时间发生的事 领导很不满意 看在宋二夫人的面子上 领导没有为难你 不过圣主任 你要知道有些事可一不二 你以前放出去的一些话 非常不恰当 领导不希望再听到相似的留言 在蓬城传播 圣主任你好自为之吧 彭密叔表达得够直白了 汤洪恩和刘翠花结婚了 圣轩脑子嗡嗡响 他就这样出局了 他几年的青春 全浪费在了汤洪恩身上 彭密叔替我祝福汤大 汤市长祝他和夫人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圣轩真是能屈能伸啊 倒是比继女士成俯身 这样的女人如果死缠烂打 说不定还会给领导惹麻烦 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领导和夫人的感情真的很好 圣主任你也要争取早点解决婚姻大事 有了稳固的家庭支撑 才能全心扑在工作上吗 圣主任你说对不对 一夜风云 刘翠花知道了以前的全是错误的 正确的应该是汤洪恩昨晚交给他的 翠花优秀的学生不是靠天赋 而是靠勤学苦练 什么勤学苦练 刘翠花不认识汤洪恩了 男人嘛 在外人面前表现的高冷 是个谦谦君子 只有在自己女人面前 才会想流氓 他就是不想被汤洪恩继续调戏 赶紧转移了话题 你说有几天假 要不咱俩还是回京城一趟 知道刘翠花容易害羞 汤洪恩也不堕他了 今天是周五 冰冰应该要去皇城 先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这周暂时别去 金沙池的房子都卖掉了 他赚的钱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长脚跑掉 让他在京城等我们 我妈打电话回来说 让我在京城等一等 于奶奶呵呵笑 这刚领了证 俩人还热乎着呢 要把人带回京城看看 那行 我和彭城那边说一声 交代点事 人就不过去了 钱不会长脚跑 刘冰冰过去 是给罗家的事收尾 既然现在去不了 他会让葛建去办 那我开车去机场接他们 晚上咱们一家出去吃饭庆祝下 吃啥呀 大冷天的在家上个锅子不好吗 那也行 我叫人送几斤羊肉来 刘冰冰开车去机场 商都到京城的航班还没到 他却看见了季江源和季雅 季雅女士 看上去有点精神不振呀 Elegance生意 不至于这样差吧 刘冰冰冲季江源点头 季江源还以微笑 季雅将头扭向一边 他真不想在这时候看见刘冰冰 季雅还不知道 让他要发疯的另一件刺激 马上就要到来了 一会儿出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汤红恩一手托着行李箱 一手牵着刘翠花走过来 江源 你过来一下 季江源还有点受宠若惊 叫了声罢 汤红恩面色越发和缓 这给你刘阿姨 你之前就认识 不过我还是想向你重新介绍一下 我和你刘阿姨已经领证结婚 我不求你以后改后叫妈 但也请对她多一份尊重 季江源第一个念头就是转头去看她亲妈 这个消息实在太突然了 恭喜你们 我一直把刘阿姨当长辈 就算你们不在一起 她也是冰冰同学的妈妈 你是个懂道理的孩子 去旁城吗 路上小心点 至于季雅 从头到尾 汤红恩都没去看对方 上了车刘冰冰想到季雅的表情 很想给新出炉的继父点赞 汤叔叔 今晚在家里吃涮锅行不行 刘冰冰也没改口叫吧 叫叔叔都习惯了 他又是这么大年纪 改口才很奇怪 汤红恩也不在意这些口头称呼 乱锅已经很好了 有什么不好的 我箱子里还带了不少喜糖 等到了家就和邻居们散一散 从后视镜里看了刁冰冰一眼 让你不去鹏城 是想带你和你妈去见见人 明天或者后天 就是这两天的事 由你一起去 也免得你妈太紧张 西亚不愿意让刘翠花和刁冰冰看笑话 一直忍到人走了才发作 即将园手里的喜糖盒 被她抢过绝冻在地上 一连踩了七八脚都不解恨 结婚就结婚 捡了一个我不要的男人 有什么值得炫耀得意的 不管谁是谁非 事情都闹到了这样的局面 如果你不想待在国内 想和乔治叔叔回美国去 这时候应该没问题了 我为什么要回美国 这种时候像丧家之犬一样 灰溜溜躲回美国 你乔治叔叔也不会走 我们在华国都有了自己的事业 你所谓的事业 就是要和刁冰冰作对 结婚了 汤洪恩竟真的娶了那个农村女人 他不介意那个荡妇是农村人 嫁过人生过女 他有什么资格当市长夫人 你和汤叔叔肯定会幸福的 会幸福吗 刘翠花也有憧憬 汤大市长收拾完厨房 系着围裙出来 看上去很居家 冰冰 我和你妈这结婚证都领了 我是不是也该和周家人见个面 汤洪恩一想到自己没允许 周爱诚就把刁冰冰给骗走了 站在老父亲的立场来说 他有点不爽 怕周爱诚以为刁冰冰没父亲出头 以后会欺负他 怕周家以为刁冰冰家是普通 会怠慢刁冰冰 也会看清刘翠花这个亲家 汤叔叔 不知道您请了几天假 和周家见面也没问题 过几天 周家要办喜事 您一次能见到所有周家人 办喜事 这倒是挺恰当的场合 我现在去打个电话问一问 看看时间上怎么协调 问谁 刘翠花也不知道 汤洪恩没和他说过 难道是见汤家亲戚 不会吧 汤叔叔不是说过 和老家亲戚没什么来往吗 等汤洪恩打完电话回来 告诉刁冰冰和刘翠花 明天上午去香山 刁冰冰顿时恍然大悟老汤 要带他妈和他去见宋王 汤叔叔 我需不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汤洪恩失效 你想注意什么 不要自作聪明 你平时是什么样 明天到了老爷子面前 还照就什么样 不管你怎么演示 你的真实想法 在老爷子面前 都是无所遁形的 汤叔叔 我都知道了 明天保证不给您丢人 宋家 阿萱从鹏城打电话回来 说汤洪恩和那个乡下女人 领了结婚证 喜糖都给阿萱送了 还叫阿萱早点嫁人 汤洪恩居然干出这种事 他是不是疯了 阿萱等了他这么多年 他是瞎子还是笼子 只当看不见阿萱的心意 阿萱今年可是三十岁了 他掉转头娶了别的女人 他是瞧不起阿萱吗 是瞧不起我 瞧不起你 他男人心烦意乱 输嘴 你知道老爷子打电话来说什么吗 叫我们明天有空的都去香山一趟 汤洪恩要带着他新婚妻子上门 本是抱怨挑拨的 忽然被丈夫大声训斥了一顿 说二嫂都被骂猛了 你对我厉害有什么用 我是为自己打抱不平吗 是替你 你说老爷子是咋回事 自己的儿子不疼 去疼别人 没用的废话就不要再说 阿萱委屈能怪谁 一个女人要让一个男人娶她 有许多办法 这些年汤洪恩都是单身 她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行动 结果她做了什么 如今汤洪恩在娶 要想不被人攻击作风问题 你觉得她会不会和现在的老婆离婚 三婚娶成轩 那咱们明天还得高高兴兴祝汤洪恩结婚大喜 我可先说好 我不愿意和那个农村女人来往 让我和她一起交际 我丢不起那人 宋志成这回倒是没说话 你不要做得太显眼了 明天看看老爷子的态度 宋二嫂小声嘀咕 老爷子能有什么态度 她从前还跨过阿萱呢 阿萱一颗心都吸在汤洪恩身上 如今是嫁不成汤洪恩了 但感情又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 阿萱可要怎么办 星期六早上 表哥你见过那个女人吗 她到底什么样 能让汤市长娶她 而不要我表姨 表姨一定伤心死了 明兰 事情不能这样算 这种事本来就不能勉强 霍尘州打着太极 宋明兰不满 勉强吗 我记得姑姑也曾经 想给汤市长介绍对象吧 姑姑就一点都不在意 汤市长打脸的 可不仅是我表姨 分明是整个宋家 爷爷如今还身体康健 汤市长已经要和宋家疏远关系 她是什么意思 表哥你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记得 你可在鹏城发展自己的事业呢 明兰 你要不要考虑学艺学 你表姨圣轩 也出国留学 再念个文凭 表哥 我们什么时候这样生分了 你以前可不会这样糊弄我 你要替圣轩讨公道 先不说这事你有没有道理 我就分析下可行性吧 你觉得汤市长 会不会再离婚娶你表姨 咱们就是论事 你就算再背也该知道 个人作风问题 对走仕途的人来说 有多重要 她这位新夫人就算再不好 俩人领了结婚证 汤市长也不可能 再结第三次婚 所以把现在的汤夫人拽下来 让你表姨嫁给汤市长 可能性为零 这是大实话 宋明兰都知道 所以她才恼得狠 霍尘州也没停下嘴 嫁给汤市长是不可能了 圣轩心高气傲 难道还没命没分地 跟着汤市长做小的 她倒是肯 你看老爷子同不同意 宋明兰咬唇 但她至少也该向表姨道歉 耽误了表姨这么多年 给出一定的补偿 而不是派个秘书去羞辱表姨 霍尘州看她的表情 没准儿她当众就答应了 宋明兰也被她噎得半死 她在这里费心挑拨半天 喂的什么呀 不就是想拉个同盟吗 霍尘州离开宋二嫂 从后面转出来 霍尘州的态度挺奇怪 表哥和姑姑一个鼻孔出气 他这样说 是不是代表姑姑也不会出头 宋二嫂看着女儿 谁知道他们母子在打什么主意 宋南珍年轻的时候还 算了 不说这事 反正我们犯不着 去讨好汤洪恩的新老婆和妓女 一会儿他们来了 你也别跳出来胡说八道 惹你爷爷不高兴 我们只要冷着他们 你表姨的账以后再算 宋明兰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 忽然又想到什么 妈 表哥让我出国留学 她是什么意思 嫌我学历太低 你管她说什么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 你看你表姨 要不是出国留过学 也不至于那么绝 宋明兰有点怀疑她妈的话 出国留学要是没用 别人就不会抢着去了 我知道姑姑他们的话都不能信 我还真想看看 是什么样的女人 能把表姨比下去 她正要说话 有人来叫她们 老的客人到了 女俩对视一眼 挽着胳膊出去 宋老的客人 有资格当宋老客人的还真不多 汤叔叔 爷爷叫我来接您进去 他在书房等您 这是宋老的外孙霍陈舟 你和冰冰跟着他进去 先到厅里烤烤火 去一去寒气好不好 刘翠花也没想到是这么个情况 宋老忽然把汤红恩叫走 留他母女面对宋家人 汤叔叔你先去吧 我肯定照顾好我妈 你和陈舟也是老熟人 有什么要帮忙的 你就问问陈舟 那当然 我和霍经理这么说 冰冰 你我不用这么生疏 你叫我名字可以 叫我一声大哥也行 汤红恩匆匆走了 要冰冰也就接过 霍陈舟递来的梯子 叫了生霍大哥 我阿姨 冰冰 我领你们进去 等霍陈舟把母女俩带进屋里 宋明兰亲生和他妈说 果然是大小狐狸精 专为迷惑男人而生 我刚才挑拨不动霍表哥 难道是霍表哥 瞧上了这个脱油瓶 忽然又有人进屋 我来迟了 客人已经到了 真是太失礼了 他的热情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我是陈舟的母亲宋南珍 早就想和你们见面 却没有机会 如果说宋家有人最现实 最识快 那绝对是宋南珍无疑 现在莫不是吃错了药 宋家人都想不明白 宋南珍发哪门自封 这是我大嫂 这是我二嫂 大侄女 我哥肯定被老爷子叫走了 你只能认一认女眷和小辈 这是我三侄女明兰 明兰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 宋明兰快气死了 不情不愿和刘翠花问好 我们家和洪恩同志一向亲近 你和他结了婚也不是外人 这是你女儿 长得可真精神 刁冰冰呵呵笑 明兰他们是年纪小 还不太懂事 你不要和他们计较 刁冰冰点头 年纪是挺小的 婚是花朵 不能和你相比 霍大哥 你真会说话 我之前和你说的项目 又有了新的想法补充 这一次我是真的很有诚意 你想不想谈一谈 霍大哥 谈项目我倒是愿意 但你也知道 我马上要出国一年 你让我如何远程 操作这个项目 你看了我的计划在说 投不投钱是次要的 你至少可以参与建筑设计 这是铁的心要拉他入伙 刁冰冰只能硬程下来 霍陈州改变了态度 还改变了项目计划 如果不是那么算计 唐红恩了 他参与设计也没啥 等唐红恩从书房过来 翠花 冰冰 宋老想见见你们 刷刷刷 所有人的视线都扫了过来 老爷子为什么要见这母女俩 还是单独见 他们何德何能 能有这样的脸面 这些人啊 仰高于鼎 瞧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的 一屋子人家家 还不如个宋南珍聪明 老爷子很和气的 为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不用紧张 刁冰冰和刘翠花 本来就不紧张 宋南珍的好意 他们却不能当众拒绝 如果宋南珍和霍陈州 都这样厉害 这一屋子宋家人 恐怕也没有真正傻的 他们不是没礼貌 是因为没把我和我妈瞧在眼里 汤洪恩把刘翠花和刁冰冰带去书房 留下宋家人各怀心思 男珍 你这样做事就不厚道了 大家都有默契要冷淡相待 你母子偏偏要与众不同 这是故意唱反调 我是宋家的女儿 宋家谁当家做主 我就听谁的话 老爷子都接受的人 我为什么要为难 这很罕见的待遇了 宋家女人一般都进不去宋老书房 刘同志 我们又见面了吗 又见面了 您最近身体可好呢 身体还不错呀 能吃饭能睡觉 早起晚睡都要打一趟拳 是吗 身体若真不错 干嘛总在香山休养呀 汤洪恩一下岔开了话题 您见过翠花了 这是翠花的女儿刁冰冰 我和您提过的 宋老 你好 宋老看了他两眼 和洪恩说的不太像 刁冰冰对是好奇 汤洪恩在宋老面前怎么说自己的 宋老呵呵笑 你想晓得吗 我不告诉你 老爷子开得下玩笑 果然气氛就更放松了 改革开放这个政策一出来 不说大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就落到普通的老百姓身上 有人靠着干个体户赚到了钱 但这些人都是担惊受怕的 因为政策一时松一时紧的 最近几年并不稳定 唯有刁冰冰 从汤洪恩提过的聊聊术语中 宋老发现他是一点都不怕的 因为我后面没有退路 宋老有了点兴趣 事宜刁冰冰继续说 选择思辩 不辩就要饿死 这种时候 再懦弱的人也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 既然没有后路 也只有咬牙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国家不也是这样吗 城市贫穷 农村更是贫穷 所以像您这样的领导人 才提出了要改革开放 他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 我就只能看到身边的变化 在包产到户后 农民的日子确实好过了一些 那就证明他没错 宋老似乎对刁冰冰的情况了如指掌 又问了他几句话 向什么操纵舆论进行宣传 是不是真的捐款等等 每个问题都能让刁冰冰汗室衣衫 最后才说到他预备搞的助学计划 对着汤洪文说道 消除贫穷不该是自上而下 而是自下而上才对 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大学生 应该深入到基层去 他们能不能带去新的气象 用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 让当地脱贫之父 这段经历反过来也锻炼了大学生 让他们不是纸上谈兵 咦 拼着好耳熟啊 有点像后世的大学生村官计划 那是千禧年之后才有的事啊 又要提前了吗 老爷子主动掐断了话头 提笔在纸上写了家偶天成四个大字 将这幅字赠给刘翠花和汤洪文 这就是送你二人的新婚礼物了 刘翠花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汤洪文把字捧起来给他 你和冰冰再等我一会儿 我很快就过来 汤洪文和宋老显然有事要谈 可能是说刚才那个大学生下基层计划 也可能说别的 出了书房 刁冰冰欲言又止 妈 等咱回去 把这赫里装表后挂起来啊 那是 免得风把纸给吹黄吹皱了 因为墨迹未干 刘翠花一直要把纸给捧着 你们去了好久 宋南珍看到刘翠花手上的赫里也是一证 家偶天成四个字 宋老还落了款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上庄宝剑 谁要说刘翠花和汤洪文不配吗 连老爷子都说了 这是家偶天成 老爷子对汤洪恩真是太偏心了 连他都是这样的表现 更别说其他宋家人 刁冰冰简直是憋到内伤 不憋没办法呀 他是真的很想笑 宋二夫人等人的表情 真的好精彩呀 书房里 现在做这点 还太早了一些吧 恢复高考还不到十年 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一届 80年才有第一批毕业生 到今年 也不过是六届毕业生 那就让小焦先搞一搞他的原教诸学 他按他的路数走 看看我们新一代的大学生们 能不能吃苦 能不能卖下性子到贫困地方去援助教育 这件事如果能做起来 再考虑给他们增加更重的担子 宋老又有了新的事要处理 汤洪恩离开书房时 老爷子操着浓厚的香音笑 你这个妇人没找错 白姐的女儿也有格局 不过年轻人嘛 不要太计较一时的得失 你用心培养 以后能走得更远 三人离开宋家 宋明兰揪住想溜走的霍尘周 表哥 你太不讲义气了 明明知道爷爷的态度 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 明兰 你一枪奋慨替你表姨胜不平 我说的话 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现在还反过来埋怨我 那我也没想到爷爷会如此看重 那母女二人 再说了我也没说什么过激的话 是啊 没说什么过激话 压根就没怎么说话 故意冷落刁冰冰母女 明兰 你连对手都弄错了 你这年纪轻轻的 为何要在乎这些家长里短 谁要嫁人 谁结不结婚和你关系不大 你专注下你自身就好 弄错了对手 也就是说我不该关注刘翠花 而是要在意刘翠花 嫁给汤红恩带着的脱油瓶 那个叫刁冰冰的 表姨倒是提过刁冰冰一次 说对方如今在鹏城做生意 你想知道什么 就去问你的好表姨 过程周说完这话就走了 宋明班人就在原地跺脚 刁冰冰一家三口回了石刹海 刁冰冰马上找人去把家偶天城表起来 刚才周艾成妈妈打电话过来找你 她说周姨结婚的日期定了 就在后天 刁冰冰发誓 这么敢 说是原家的意思 他们按周家的意思准备好了结婚用品 现在就指着周姨早早嫁过去 怕周姨肚子大起来不好看 原家动作这么快 周姨姐和袁翰结婚后 恐怕更别想在事业上有追求 白瞎了周大伯的苦心 还是干部家庭呢 竟这么抠门 我们那里随便一个局长 科长嫁女儿都比这风光 小局长和小科长能和周家比吗 越是大的领导 越要注意影响 宁可千万别在周姨面前 露出不高兴的情绪 她没那样傻 像周文邦这样的大领导 平时不知道挖了多少钱在手里 只有周姨一个独生女儿 周姨出嫁能亏了她吗 柔义有多少嫁状 昨天听周姨说 她妈替她买了被子和脸盆之类的 都照着风俗来的 袁母总算露出点笑 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 除了被子和脸盆 周家肯定给了压箱底的钱 袁翰也这样想 她的目的是靠上周家 巴布的和周家的亲戚们 多亲近几分 还主动说要承担饭店的花费 到了饭店门口 看着人母狗样的新郎官袁翰 还有袁家的三个女人 却不见周家一个人 这风景的真有意思 现在的年轻人哟 真是不得了 刁冰冰先下了车 袁母和两个女儿嘀咕 真是哪里都有她 一天到晚的瞎的色 刁冰冰虽然长得漂亮 我儿子也是一表人才 不比刁冰冰差 周家凭啥差别对待 不管她呢 这以后又不是您儿媳妇 哎 我才不要这样妖精式的儿媳妇 除了长得漂亮有个屁用 扎实步行一切都是扯淡 弟妹 车子后座下来的男人 中等个子戴着眼镜 瞧着四十来岁 这男人不是一般人啊 汤洪恩先下车 再替刘翠花拉开车门 袁翰还在想该怎么称呼 周文邦和蒋洪就出来了 还有周国斌和关惠尔跟着 洪恩同志 这真是 快请进 汤洪恩和周氏兄弟往里面走 关惠尔落在后面 蒋洪打起精神交际 你瞧我们都不知道你和汤市长 说声恭喜迟了些 别介意 我和他都想低调处理 没有通知大家 是我们自己的事 这外面怪冷的 他们男同志都进去了 我们也赶紧进去 家里亲戚都来了 趁机都见一见 除了周家二老拒绝出席 周家是来了不少亲戚 蒋洪和周文邦把人赢进去 袁家人还发症 那人是谁 好像是什么市长 市长也来参加他和周仪的婚宴 袁翰本该高兴 但市长是和刁冰冰一起来的 蒋洪今天一直没笑过 唯独对刁冰冰三人笑 袁翰气得脸都亲子 周家真是气人太甚 为了大好前程要忍着 看样子也没客人要来了 我们进去 袁翰自己先进了饭店 连大姐都恨到 小弟这周家女婿做得太憋屈 这个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将来日子还长呢 小弟以后只怕要更恭敬小心 原本在周家还有个类比的刁冰冰 谁知道人家也有了这样的背景 过一会儿 袁翰带着袁家人进来了 周仪和袁翰凑到一起 妈也做得太过 不就是个市长 还是刁冰冰继父 又不是亲爹 至于这么热情吗 小弟你早就知道了 昨晚听见我爸妈说的 刁冰冰他妈和汤市长在婚 没发生几天的事 以后有类似的事 一定要早早告诉我 我弄不出清楚家里的亲戚关系 不小心就失了礼数 袁翰的小心谨慎让周仪心疼 为了获得他家的认可 袁翰今天一直在外面吹着冷风 本来他也该到门口迎接客人的 袁翰却说他怀了孕不能受凉 坚持留他在饭店里 是不是谁给你气瘦了 难道是刁冰冰 现在身份一变 就瞧不起袁翰 不是身份变了 瞧不起袁翰 而是从头到尾 都瞧不起袁翰好不好 顾思颜看周仪和袁翰轻轻热热 一个劲叹气 冰冰姐 幸好你们来了 我看大舅妈之前都没笑过 这婚结的 周仪姐一个瞎乐 不准也结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家里大人都没操心 你老老实实上学吧 一会儿该吃就吃 别多话 以后和袁翰打交道的机会不多 人到齐了 饭店也该上菜了 袁翰和周仪端着酒杯 挨桌的敬酒 主桌敬父母 周文邦和蒋红不情不愿和袁母坐到了一起 袁翰和周仪跪下磕头 这三人都掏了红包 倾家 倾家母两个孩子婚事也成了 我们也是掏空了家底 按照倾家的要求 置办下结婚的标准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袁翰肯定好好对待周仪 可我们家袁翰也不能一直这样游手好闲 每个正式而坐 请假您看 是不是得给袁翰安排个工作 饭品里压却无声 周家人是面面相许 凋冰冰就觉得今天的婚宴有点平淡 原来高潮在最后等着呢 妈 你好端端提这个干什么 周文邦根本不和袁母说话 传出来还说他欺负人 他只和袁翰说话 袁翰 你妈说为了置办结婚用的东西 你们家掏光了家底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问你一句 我说周仪嫁人需要南方准备的东西 是不是强迫你买的 袁翰有没有提过 置办四大件等东西超过袁翰的条件了 当初可是周仪自己点头同意 你也拍着胸脯保证 半个月内就把四大件置办好 再来迎娶周仪 周文邦没骂人 几句话就把袁翰说得冷汗不停往外冒 你别生气 结婚置办什么东西 都是小婿自己同意的 小姨是您和岳母千娇万宠养大的女儿 哪能跟着我吃库 自然该不让她婚后降低生活水准 周仪也觉得婆婆太着急了 爸 置办四大件的事先不说了 如果袁家不满意 就把买东西的单据拿来 这钱我周文邦自己给出了也行 再说你工作的事 袁翰你工作怎么丢的 你家里人是心里没数吗 周一红了脸 袁翰也说不出话来 把他调回袁济工作 算是周文邦干的 但被单位开除 却是袁翰无故矿工多日 那时候 他和周一躲在偏远的乡下 没去单位上班 袁家也死死瞒着他和周一的去向 单位找不到人 当然要把他开除 都是我妈自己着急 她说话不对 我替她向您道歉 既然你妈问到你的工作安排 我也有个想法 说出来你听听行不行 周一是有工作的 但她现在怀了孕 这丫头从小没吃过什么苦 你信誓旦旦说要照顾好他 总不能靠嘴上说说吧 我想的是 你现在也不急着重新工作 等照顾周一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啥 让袁翰闲在家里 照顾孕妇 叼冰冰喝水都差点呛着 周文邦这招真是神来之彼 袁母气得发晕 袁翰 你就听咱爸的 都别的 我会好好学学怎么照顾孕妇 一定让小姨平平安安生下孩子 真是够忍辱不重呀 袁翰如今能忍 将来只不定要怎么报复周家 所以周大伯是对的 一辈子别让袁翰出头呗 周文邦的要求 袁翰答应了 袁母气得一口饭都没吃 后面也没精神作妖 婚宴草草收场 全城都高兴的 居然只有周一一个人 叼冰冰走的时候 听见袁母间的嗓子 和饭店的人对着 这钱是每桌的烟酒茶 一起在里面 就是茅台 烟是中华 还有喜糖喜饼 一共就四百块钱的事 袁母和人争执 周一觉得丢了自己的颜面 周文邦的眼神往这边一扫 袁翰心就跳得快 赶紧把钱给了 这下子 袁翰身上是真没了钱 幸好还有周一的嫁妆能顶一顶 周一跟着袁翰回了新家 小姨 你还怀着孕呢 我们来帮你铺床呀 周一这二百五还不知道 人家想看她嫁妆 高高兴兴答应了 袁家姐妹动手方文拆嫁妆 两床新被子 一个洗脸盆 一个暖水瓶 还有 没了 小姨 你这是不是还有东西 落在囊架了 是有不少东西留在家里没带过来 平时穿的衣服什么的 大姐 小姨这也累了一天 我们让她先休息 来看 眼前这家人想吃暖饭 结果女方嫁妆只给了两床新被子 一个洗脸盆 一个暖水瓶 你 你把我叫走做什么 我怕你太着急 周家怎么也不至于给出嫁闺女 陪嫁两床被子 可能是给了压箱底的存折 袁大姐觉得是这么个礼 袁翰是刚刚从母亲的牢道中脱身 又被两个姐姐拦住 看周一以前挺老实的 没想到刚结婚就防备我和你二姐 我没稀罕她家壮吗 还不是替你考虑 小姨哪会有这种想法 她可能都没听出来你是什么意思 忍到第三天 袁家姐妹要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袁翰才一脸为难 姐姐们要回去 要不我今天请家去送送 你这心一领了 我也心疼你上班劳累 但若不去 岳父那边 小姨 为了我 你就忍耐一下 行行行 那我去上班 你去送送两位姐姐 袁翰欲言又止 周一又不是个大瞎子 自然要问一问 买四大件的时候 我手里的钱不够 大姐和二姐都给我凑了钱 你说他们来一趟京城 总不好让他们空着手回去吧 你先给两个姐姐买点特产带回去 钱能不能先欠着 等我们以后再还 对了 两个姐姐出了多少钱 要说还钱 姐姐们肯定不会要 是我怕他们在婆家难做人 想着把这钱先给他们 以后咱们再慢慢攒钱 周一再三追问 袁翰才说俩人给了四千块钱 这么多 这笔钱他根本拿不出来 没想到结婚才三天 他就要为钱操心 那可咋办呀 早知道我就把家里给的钱要了 这不想着证明给我爸妈看 要争一口气吗 周一的话 让袁翰的心都凉了 周一自己还挺骄傲 结婚前一天 我妈说给我个存折 我看她对我冷冷淡淡的 就说不要家里的钱 我是想自己大不了辛苦两年 我们工资生活 等你事业有起色 我爸妈自然改变态度了 袁翰撤心凉 所以周一就真的是两床被子 一个洗脸盆和暖水瓶就嫁到了袁家 袁翰说周一是真的没有嫁妆 袁母根本不信 是不是他藏私放钱 不想告诉你 周一不可能骗我 袁家花了上万的钱 就去回来这么一个样子 或工作拖着不安排 嫁妆寒酸 你娶他做什么 还不如前头那个 起码前头那个 能让他们随意使唤 周一呢 心里憋着再大的火气 也不敢使唤他呀 小弟 周一家里也太精明了 咱们袁家真能沾上光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在精明也只有一个毒女 等小姨把孩子生了 看着外孙 他们总要软化态度 周文邦叫刁冰冰有空就陪一下蒋红 刁冰冰没拒绝 转头他就去狗室上 抱了只小狗送给蒋红 天这么冷 我给你做件衣服穿 周文邦也没想到一条狗 能起这么大作用 好好感激了刁冰冰 大伯 这是一种精神寄托 大伯母忙着照顾小金巴 就没时间 想不开心的事了 周一结婚后第一次回娘家 蒋红坐在沙发上 手里在织毛衣 妈 孩子出生肯定是在夏天了 毛线背心能穿吗 什么孩子出生 我这是给乐乐知道 乐乐 周一迷茫 他妈这是给孩子取好小明了呀 小金巴本来在卧室里 听到蒋红叫他名字 迈着小丸腿跑出来 冲着蒋红汪汪汪叫 乐乐 你喜不喜欢这毛衣 那就是喜欢了 蒋红从头到尾都指不着狗 没和他说两句话 周一看得发症 他家什么时候多了一条狗 乐乐居然是一条狗 他妈还给狗织毛衣 妈 那我回去了呀 蒋红随口嗡了一声 周一胡乱从房间里拿了几件衣服 下楼就和袁瀚抱怨 你说气不气人 我妈在家里养了一条狗 还给狗做衣服穿 有着闲工夫 他怎么不关心下自己女儿 不给我买新衣服都忍了 好歹给没出生的外孙准备点穿的吧 岳母是还没消气 再说你嫁了人不在家住 他也是无聊 你以后多回家陪陪岳母呗 到了鹏城 刁冰冰就直奔金沙池而去 刁总你来了正好 我和潘主任约了见面 刁总要不要一起去 说还贷款的事吗 去呗 刁冰冰又问葛剑 这两周有没有什么事发生 罗耀宗的伤势稳定了 人还在医院住着 罗家人来过工地 只不过金沙池的房子早就卖完 您说过不必理会他们的威胁 我对他们也不客气 把人直接轰走了 你做得对 不要和他们客气 跟着鹰京川去银行 潘主任又调回了信贷部 他为父 圣轩为政 老潘真会抓住机会 抓什么机会 从鹰京川嘴里 刁冰冰才知道 汤红恩派了彭历鼠去给圣轩送喜糖 送喜糖就送喜糖吧 彭历鼠还是个人狠话不多的 自由发挥了一下 圣轩丢脸是丢大发 银行里传的乱七八糟 说什么的都有 一个女人 年纪不小 长得漂亮 还不结婚 本来就让人很疑惑 原来不是圣主任不结婚 是圣主任看不上普通的男同志 想要当领导夫人 是 才让领导的秘书 跑来送喜糖警告 刁冰冰一听就明白了 圣轩最近日子的确很难挨 老汤同志够可以啊 默默做了这些事不表公 等我妈从别的渠道知道 那还不敢动坏了 套路王就是套路王 从来不走寻常路 你才刚刚熟悉他的旧套路 他马上就推陈出新 到了银行和潘一军见面 潘主任指了指得闭闭办公室 圣主任也加班呢 潘主任 他都快被您架空到没活干了 还加什么班 圣主任是京城来的吗 背景深厚 还是有朋友来支持他业绩 这几天有个京城的服装公司老板 在找圣主任谈贷款的事 人现在就在隔壁 刁冰冰心中一动 您见过是什么人吗 是个女老板 穿得好 人还挺好看 一走进银行就很有派头 听说他找圣主任 带几百万拓展生意 刁冰冰一下就想起来季雅 贷款几百万 季雅这心有点大呀 刁冰冰故意在潘一军的办公室 多待了一会儿 走出来的精致女人 不正是季雅吗 那我们就说定了 看样子俩人已经谈好的贷款一事 潘一军撇嘴 压低了声音 这个季老板抵押的资产 根本不够贷几百万 圣主任真是激进 那岂不是正好 圣主任对付您的招数 您可以请他也尝一下 刁总说得对 让圣主任得偿所愿就好 性计的要是还不起贷款就搞笑了 刁冰冰和英金川出去 季雅还在银行门口等出租车过来 刁冰冰冲得季雅一笑 真巧呀 你别得意太早 不过是仗着汤红恩的关系赚了点钱 爬得太高 摔下去就跃痛 彼此彼此吗 我靠谁赚钱先不说 季女士有人靠 也没见你赚多少钱 刁冰冰真想配她一下 你安接的事不要忘了 再见 祝你好运 季女士 把季雅撂在原地 气得脸色铁青 刁冰冰拍拍屁股就走 英金川忍了半天 妖总 你还真有闲情意志 如果不愿意她贷款成功 也有很多办法 英经理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与人斗其乐融融 英金川无语 雕总的态度是逗猫逗狗 逗得对方呲牙咧嘴地冲上来 再一脚踢开 雕总乐此不疲 你有没有问过狗累不累啊 雕冰冰还没等到晚上和刘虎吃饭 唐元月就找上门来 雕小姐 你之前说算欠我个人情 还算不算数 唐总 只要我能帮上忙 不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的 有什么吩咐您 尽管说 我挺满意远辉 就我装修的办公室 我在香港有一栋物业 装修风格不太喜欢 希望请雕总帮忙设计装修方案进行犯新 雕总 你这也太 我答应倒是没问题 但你也知道我平时要上学 两天时间跑香港根本来不及 你能不能等我放寒假再过去 没事 我不着急的 以你的时间安排行程 我现在经常待捧城 那套房子并不经常住 等我去香港的时候 一定要当面感谢下屋大师 能和雕小姐见面 我看港督都不会拒绝 这个完全没问题 有我安排 他答应唐元月的事 晚上就传到了杜兆辉耳队 信唐的扑街 真会玩手段 杜兆辉生了一会儿气 想起来重点 那就是要去香港了 阿华恭敬点头 据唐总身边的人说 是大学寒假的时候过去 雕容容那边 有什么进展 他已经到二嫂的秘书室工作了 进水楼台先得月 杜兆辉觉得进展太慢 老二在秘书室养了一群音音音 你给我留心一下 看看谁和老二走得近 能不能发展成我们的人 雕容容那宠货 勾引个男人都干不好 要不是在他身上 花了不少成本 还真想放弃这颗棋子 咦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之前可是打死都不肯 为了谁改变计划 雕容容在香港 若对他有利 他凭什么要把人交出来 因为雕容容 现在没表现出来 什么用处了 对 一定是这样 说起来 雕容容以前还展现过预言能力 就是说对了苏联领导人 换届那一次 杜兆辉至今也不明白 雕容容是怎么办到的 让人盯紧雕容容 看他私底下都在做什么 不要让他脱离视线 这女人不太老实 想到雕容容 杜兆辉又联想到了汪明明 这女人回香港了吧 是的 大少爷 杜兆辉冷笑 那叫人和汪明明谈一谈 看他毁约的事该怎么办 杜兆辉露出点得意 也不是只有堂扑街才会耍手段的 香港 成龙集团大楼 叶小琼努力往上爬 雕容容就把他当成了最大的对手 只恨自己比叶小琼晚进公司 听命响挤到杜兆机身边 杜兆机却已经使唤叶小琼顺了手 雕容容暂时未能得偿所愿 你跟着去 叶小琼赶紧收拾了东西 跟在杜兆机后面离开公司 我记得给你发过制装费 怎么还是这样 算了 路上找家电 你重新去买套衣服 就这种职业装 要更好更贵的 苏总 我能问一下 你要去哪里吗 去一个拍卖会 很小型 比较私密 拍卖会 这样的场合 距离我的生活太远了 我完全没接触过 不能给二嫂丢人 这次丢了人 下次二嫂再不会带我了 经过几家高档服装店时 杜兆机让司机停车 二十分钟 能搞定吗 叶小琼看着光鲜高档的店面 努力保持镇定 老板 二十分钟我肯定出来 灯光下那剪裁和质感 让叶小琼都看得不眨眼 吊牌上价钱 却让他心脚痛 在这里买套衣服 我在车龙集团上班的攒价的积蓄就全没了 在你们店里买衣服 能退吗 客人是可以退的 只要衣服没有污积和破损 吊牌完好 在半个月内都能无条件退换 叶小琼再不迟疑 直接就在店里换上了和他积蓄相当的套裙 从进店到出店 只花了十五分钟 杜兆机随便看了一眼觉得衣服还行 就让司机开车 叶小琼是又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如果我的脸皮足够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大概都不会犯愁 正是场合要如何穿得得体了 他为自己的发现而沾沾自喜 又为自己的后颜感到可怜可悲 很快 杜兆机要去的拍卖会就到 你随便选两件中档价位的物件 一会儿提醒我举牌 杜兆机把手册塞给叶小琼 叶小琼老老实实地比价 最低的起拍价都是三万港元 下一个就是十万的 不知道二少喜不喜欢这个 康星年间的预造花瓶 起拍价十二万 明代画家 叶小琼陡然瞪大了眼睛 他的手指死死扣在拍卖手册上 这幅画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整个人都在抖 这是他搞丢祖宗留下的东西 叶家在穷在落魄 都舍不得卖的东西 太过分 还欺负人了 就是因为他懦弱可欺 所以才落到今天这地步 叶小琼翻动着手册 却只见到了一幅画 和画放在一起的其他东西 不知是没被卖掉 还是流落到了别处 拍卖会马上开始了 您选好没有 叶小琼强作镇定 老板 您看这幅画怎么样 起拍价十二万 可以 再加一个别的 叶小琼差点喜极而气 叫二少买下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我将来存够了钱 向二少说明原委 二少很可能把话转败给我 杜照基奇怪地看了叶小琼一眼 你懂这些东西 越懂一点说话 叶小琼这个土妞居然懂 看来还有些来历 杜照基忍不住多看了叶小琼两眼 她比刚进公司是要出挑不少 不像其他女人那样精心打扮 但静下心去看叶小琼 她长得其实挺秀美 和她那股沉浸的书卷气挺搭的 对 就是书卷气 杜照基之前就小有疑惑 叶小琼和公司里那些女人 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同 现在杜照基知道了 是带着书卷气 很快拍卖会就开始了 叶小琼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终于到了拍卖那幅画 十二万 十五万 二十万 三十万 这幅画很值得买吗 叶小琼硬着头皮点头 四十万 四十万一次 四十万两次 还有没有要加价的 好 四十万三次 成交 画被杜照基买到了 叶小琼眼睛里有诗意 虽然他短期内根本拿不回画 至少有了努力的目标 他出人头地 为什么 为了不被人欺负 为了让曾经辜负他的人 尝到报应 为了把曾经失去的东西 一件件拿回来 这幅画 只是其中之一 散场的时候 一个和杜照基近拍的人走过来 杜二少 ABC你就认识 这种书画你懂欣赏吗 十周先生出身工匠 早年更为七公 为别人彩绘动语 虎学成功后 善化人物 山水 每幅作品都是严谨周密 刻画入微 再没有人比叶小琼 更了解这幅画 他娓娓道来 声音不及不虚 听他讲述 简直是一种享受 听懂了吗 没听懂的话 可以让我秘书再给你讲一遍 其实懂不懂欣赏不重要 谁的钱多 谁就能买到手 你说对不对 杜照基扬长而去 等上了车 你今天表现得不错 他说着往前一伸手 捏住叶小琼 一领出露出的吊牌一脚 一把扯下 这套衣服 公司给你报销了 是给你的奖励 公司给报销衣服 要经过财务 叶蓉蓉知道了这事 就把叶小琼和杜照基的关系 往桃色方面去想 想得他自己是挠心挠肝 如果我真能将杜二少迷住 我为什么还要当杜照会的棋子 只有等今年的春明慧吗 春明慧是整个公司都要参加的 不仅是杜照基 还有最近很少露面的杜成龙 彭成 汤红恩在看霍尘州新带来的计划书 刘翠花从厨房端出泡好的茶 谢谢刘阿姨 冰冰你看看 刘冰冰快速翻动 计划还是霍尘州从前的那份 不过他这次可老实多了 唯独对霍尘州的选址有疑问 罗湖区 霍尘州很敏感 选在罗湖区有问题 不 没问题 80年代看罗湖 90年代鹏城的发展中心 就逐步吸引了 以护士宾馆 以及华强北为首的芯片区 逐渐变成鹏城商贸物流办公的中心区 特别是华强北 整个亚洲地区 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一想到其中蕴藏的商机 刘冰冰都有点热血上头 汤洪恩基本上是赞同他这个计划的 霍尘州高兴归高兴 心里还是不太放心 刘冰冰送他下楼的时候 又追问 冰冰 你是不是有什么建议 不妨说出来听听 真没有 我觉得你的计划没毛病 华强北兴起 不代表罗湖就真的彻底不行 就是少赚和多赚的问题 整体还不是赚 霍尘州将信将疑 眼下心思换了笑脸 投资的事就算了 我这个项目的设计 可是交给你了 没问题吧 这个肯定没问题 我也看了你的计划书 你有更详细的要求 我们随时能沟通 刘冰冰想到自己 经济不宽裕的老师 也没和霍尘州客气 霍大哥 这么大一个项目 你让我自己挑大粮也不可能 我肯定会请毛老师参与其中 是我自己给你出设计吧 肯定是免费 但你看 任何劳动都需要等价交换 自然不会让毛老师 白辛苦一场 这个项目的投资 不比南海酒店小 东风控股 愿意支付毛老师 五万华币的报酬 五万华币 刁冰冰马马虎虎能接受 那我就替老师 谢谢贵公司了 能请到毛老师出马 是东风的荣幸 呵呵 荣幸个屁呢 早前南海酒店 咋不见你们请毛老师 还不是请命念凡 刁冰冰回京城之前 就去找毛康山说这事 毛国胜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到了金沙池 老师 您这次可一定要帮我 他把霍尘州的委托任务一说 毛康山果然瞪眼 你可什么都敢答应 业绩挑战 才能鞭策人前进 这不还有您当靠山吗 他是避重就轻 先说是 等毛康山答应了 再轻描淡写地说 东风控股给的报酬 他问心有愧 就全孝敬老师了 我不和你客气 这报酬我拿了 对了 你说是多少钱来着 是五万华币 国内就这报价 建筑师的待遇太低了 看那些国外的事务所 哎 也是没办法 您只能委屈一下了 大环境如此 没办法 毛康山足足乱了好一会儿 你说多少 五万啊 这个钱给您招几个助手 给助手发发工资和绩效 您手里也不剩多少了 毛康山总算从五万华币的报酬中回审 请什么助手 你就是我的助手 我告诉你 你的基本功不扎实 等你去了康奈尔大学也是丢人 趁你还没出国 把东风控股这个设计做好 正好磨一磨你的基本功 老师 我这还有一个月就期末考试了 考试看的是平时的积累 不是让你灵阵磨枪 毛康山一双眼睛 无处遁形 也不敢找借口 我画 这次的图都有我自己画 等刁冰冰一走 王后林过来 毛老 我看国胜兄弟挺想去香港的 要不我和刁总说说 你要和冰冰说什么 冰冰要带你去 是因为你在启航上班 不然你以为他不能带别人去 我还想登月呢 你看美国政府会不会同意 毛康山当然知道儿子毛国胜后悔了 想去香港 想来启航上班 可这世界不是毛国胜说了算 也不是他毛康山说了算 你爸就那么护着外人 生怕你占了谁便宜 他以后真的要靠别人养老了 是不是 毛国胜 我告诉你 房子我不换了 家里人都住不下 毛国胜想和老婆争辩 郑淑秦根本不理他 他一声挂了电话 被老婆挂了电话 毛国胜心情更不好 回京的机场 刁冰冰再度和季雅重逢 没瞧见季江源 只有季雅和乔治在争执 那不是一笔小钱 五百万华币 换成美元 都有一百多万 这不是理智的商业贷款 上帝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是我的生意 贷款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希望你能尊重我 不管是赚是亏 这笔钱不需要你来承担 季雅狠狠地瞪了刁冰冰一眼 刁冰冰也没多管闲事 自己先上了飞机 你已经结婚 是夫妻 你的债务 怎么和我没关系 你没有和我商量 就自行向银行贷款五百万华币 OK 你愿意自己负担的话 最好 他的心情非常糟糕 我和季雅 没有签婚嫌喜意 Shift Shift 感谢观看